快要接近圣诞节了 您已经想好要买什么礼物 跟亲朋好友来交换了吗 最近不论是学校或者是公司行号 都流行交换礼物 来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就先让他猜测他自己要什么 先让他先挑选 那你怎么记得他喜欢拿几种 他也不会太贪 他就一两种而已 可是他摸过的东西你都记得 当然自己小孩子喜欢什么 要把它记得 他喜欢吃糖果 另外再附在旁边 除了礼物本身的实用性 能将平凡礼品再加分加值的好办法 包装也是一门学问 出手出脚的怎么就不会 会想要自己包 出手出脚的包起来 看起来好像一般的 不像他们在这里比较 专业 比较专业 根据香港某知名购物商场统计 接近六成的人表示 喜欢交换礼物的惊喜感觉 不过收到礼物之后 绝大多数因为不合心意 或者是不适用 都会将收到的礼物 闲置在家中某个角落深灰尘 另外也有欧美大学研究指出 受礼者通常希望收到自己喜欢 而且有需要的礼物 所以不会在意和别人是否一样 因此会忽略了送礼的人 花费了多少心思挑选礼物 因此为了避免触碰雷池 最好挑选受礼者 会比较需要的圣诞礼物 就算和别人一样也无妨 最好的解决方式 建议在交换礼物之前 预先抽签知道要送给谁 对象是谁 并且选用实用性质较高的礼物 礼券是最好的方式 要不然如果收到不适合的礼物 也别气馁 不妨转嫁爱心再举办一个回收圣诞节礼物的大行动 收集所有礼物 转赠低收入家庭 儿童或者是义卖 也是一个不失爱心 不浪费的另类行动 东台新闻 台东市区的采访报道